零三铁里电池的胜利 特斯拉也要全面搭载 原料水涨船高纳带车骑火热装机 其实现营收137.6亿美元 市场预估139.1亿美元 第三季度净利润16.18亿美元 市场预期12.57亿美元 与漂亮的业绩同时发布的 还有特斯拉对未来极为乐观的展望 特斯拉表示 在未来几年里 预计汽车交负量 将实现年均50%的增长 并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 获得柏林博兰东宝项目的最终许可 2019年公司国内动力电池装机量为 31.71GDWH 市占率为51% 排名第一 零三铁里装机量1.5GWH 市占率57% 排名第一 一位李能 公司是国内里原电池行业龙头 李一子电池技术行业领先 业务主要包括消费电池和动力电池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